哈喽,大家好,我是 黑旋风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战神的事要讲解 地图是兔尼斯 开局来狗东加一下中路过点 一到那边好像有个干队家里去了 然后中路这里是双方互射 很明显,队友更射一筹 他也拿到了这个信息,出来看一眼 没人,跑过来守卫来了 掏塞一次,想要炸酒窖 A门口枪声的 啊,这个人,还空了一下 不是为什么这里要到A门口晃蛋 真的有这么休闲吗 退回双拱王,他也在双拱跟那个局队 好家伙,他离这么远跟那个局队的话 我对他的胜率呈悲观态度 这种位置你想看的话可以划闪抓胎明卡 用延迟的优势去弥补枪系的劣势 但指甲的话,这又能报对的 诶,这平台怎么有红光 对面有人把包干解掉口了吗 那没事了 那我说对面怎么打那么慢呢 原来包干别人脸上了 不开心吗 他的收掉了 来换捧一下缓一缓 A门口是还有人的 血量很危险 卧槽,降直跑 他刚在那位置回去也没问题的呀 有队友帮他看呢 队面A的人应该退回去了 再抓个台名剩酒窖 看得出来很喜欢顶别人啊 一个滑场 没人 哇,这个大脚步 我被举死了 快了,被发现了 这人早平板 打扰了 跟这联机对战的是吧 等下先队会合吧 他也起局了 直接来双拱A门对局 看看队面会不会漏 哇,这队友 他又要顶了 既然队友顶了就没必要加A门了 现在可以看出酒窖 不过中路队友 还是中路还是也好 不久有的时候真的有点看不懂这个地图 就看一眼地图 看不懂得看两眼 谈笑风声间 那边一个人被窗子了 不过现在中路需要看一下 你看你妈呢 啊,他也不用看了 是马说了,来看这爸爸 再来双拱 哇,这队友疯的吧 就想接着点顶出去 既然这队友都写了 队友都顶了 那就没啥啥事了 他也是很有数的 直接走了 但是这好久点不知道 你离开了也该去哪 兜兜撞撞 上部IP了 想看一看中路 但中路也没人 又跑回来了 再看酒窖 这什么轮回打法 像这种情况 他现在的位置有的概率不大 队友都刚到对面家里了 他现在可以选择去把A前代那个队友 过起来刚好可以收入几把枪 中路队友已经死了 二打一 看一下风铃 他现在可以上酒窖的 像这图打残局 上酒窖所谓是很恶心的 既可以偷人 也可以托人 在酒窖可以收集很多信息 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这是爆炸声 这是酒步声 这是笑包声 这是没对过妈妈声 好咋逼啊 但很多人笑包真的是不会看酒窖的 酒窖出来一头一个准 架了好久 还是没人 丢到旁边了 遇到吊包了 还有枪声 打起来了 这个人的位置确定了 火速提刀补枪 卧槽 直接杠死了 来看这有一盒吧 不玩局了 再次回到了古东看中路 这次VIP没队友了 整个中路真的是给他一个人看了 但加了我还是没东西 哇 直接拿兜转吗 这么勇 来一进点 他就要点大 我这有局的诱惑 倒在控制住欲望了 家里有人 好像是一把局啊 真是局 哇 不对了 做法很聪明啊 知道是去看都不带看了 因为知道 再多看一眼丢灰 就会死 老达换了个位置 接着顶 这里还掉包了 看着也没人 对面掉包第一时间都不来捡包的呀 所以每次都会被防守放过来蹲包 慢慢退 他的位置也很聪明啊 以箱子为人体炸过点 这位置对面打提前枪很大个力也堵不过他 不是 所以只能十几秒 对面怎么还没有人捡包 诶 绿线 提前枪 nice 这波绿线力大功 总结吧 今天这位选手上有标准 先让你们沉浸时来看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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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转也很聪明啊 但可惜转太糟了 再多等一会儿对面没准就以为在闭下包了 今天这位选择的枪法 可以给到传奇提张的水平 他的枪法已经算准了 不过跟枪方面还是有点小马 然后他一时 我感觉比他枪法好 可以给到提扰到提张的水平 他打的时候会有六发信息沟通 最近已经太多了 打的时候也很稳健 会根据对我站位进行调整 比如笑容包对我都去前面了 那他这一句后点帮对我到后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强弱 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行吧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 我来说 他准备摧毁,我芒婦人侦察准备摧毁 正在中国占领地